哈喽,早上好,我是小文 今天呢,我就 简单的做个记录一下,因为我 今天是7月21号的 10点13分,然后我呢 其实昨天 7月20号的时候呢,就 下班了后就去看我的医生 然后我确定呢,就是确诊了 疫,COVID 这是一个 对我来说有点奇怪的 一个 告知,因为我 本身是已经打了4个针的人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我自己为什么会 中 因为其实我从前几天 就从星期一的下午就有点开始不舒服 其实大家可以听我 现在的声音也是有点 说不出话 其实呢,就是 因为礼拜天我休息嘛 然后我就 点了外卖 那时候我就点了炸鸡 然后我就发现到 其实我礼拜天没有什么喝水 所以 自然而然我就觉得 星期一我喉咙痛是因为 是太热 再加上新加坡的天气的确是太热了 所以我就 没有什么管 可是呢,因为 星期二也就是19号的时候 我就发现到我有点 开始就是没有什么声音 然后就有点想吐 然后过后呢,我就想说 嗯,下班了就去看医生 可是我去了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的诊所都说满人了 所以我就没办法我就买了一些可受药水啊 然后就回家 然后过后呢,就是昨天20号 然后我就 我就再查了其他的诊所 然后我就 下班了后就马上就是去到诊所那边 然后就排队等号码 然后呢,就 有护士告诉我说 我确诊 但 当看了医生后 医生是说 其实我这个算是轻微的 当然 由于因为我家 因为我在新加坡是租房 然后我务主是有小孩的 所以我现在呢,就只能够等着 政府人员 就是带我去隔离中心 ok,在这里我简单的讲解一下 如果你positive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positive两条线的话 你不要紧张不要慌 然后你就是上网找MOH的电话 打他们的热线电话 Hotline 然后就打电话给他们 然后跟他们讲你的情况 为什么你不能在家里隔离 家里有老人啊 有小孩啊 还是你跟室友一起住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就 简单的跟你拿一些资料了过后 然后在24小时以内 他们会有人打电话给你 然后打电话给你了后呢 他们会跟你拿你的整确的地址 桌子 然后拿你一些资料 然后就让你等他们的司机打电话给你 然后司机呢 会打电话给你呢 然后跟你安排好时间 几点几点来带你 然后这时候呢 你就要准备4到7天的衣服 7天呢 是因为你是已经 fully vaccinated的 就是已经打好针的 所以才7天 所以我呢 就准备了4到7天的衣服 然后就准备等司机就是来带我 然后呢 司机呢就来带我的时候 然后因为车上还有其他人嘛 然后就一起带我们去到隔离中心这里 然后到隔离中心的时候呢 他们会跟你拿你的身份证 然后让你下车去坐在椅子上 排队等检查行李 看你有没有带什么违禁品啊 像酒啊还是刀啊什么的 还是带一些raw food啊 那些生的食物这些之类的 那检查好行李后呢 他们会叫你去柜台Receptionist那边 去办理check in 然后呢 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 然后房间里面呢 是两个人一个房间 所以在这里呢 我是和一个Maya Ma的一个女生一起隔离 但她比我早出啦 所以现在房间只有我一个人而已 然后呢 在隔离中心的时候 他们会造三餐给你 然后每一餐呢都有一瓶水 330ml 所以尽量喝完啦 因为毕竟 Covid其实是 你要多喝水多喝凉水多喝夜水这些会比较好啦 然后呢 在这里第四天的时候 他们会叫你做ART Test 然后拍照 拍照 连同你的身份证一起拍进去 然后WhatsApp给他们给的一个号码 然后如果你是一条线呢 你第四天就可以check out了 他们就会安排时间帮你check out 然后如果像我昨天第四天 因为验出来 还有第二条线 当然第二条线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他们就跟我说 第五天的早上 也就是今天早上 我再验多一次 如果我是一条线的话 我今天就可以出了 所以我现在呢 就在等他们安排我check out的时间出 当然如果你还是两条线的话 你就要住满七天 七天后呢 你就可以出了check out了 ok 所以呢 这里就是我一个简单的讲解 就是如果你positive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 总之呢 不要慌 不要紧张 不要觉得 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中啊 我那么小心翼翼啊 什么什么的 我跟你说 这种东西是意想不到的 因为我本身是打了四个针的人 然后我每天也是喝很多水 喝很多凉水 而且我尽量不要吃那么多杂的食物 我尽量都吃很多蔬菜 然后呢 就如果接触到一些客人啊 因为我的工作本身是要接触到很多客人 所以我每次接触客人后 我都会拿洗手液来洗手这些 如果能够上厕所的话 就马上上厕所去洗手 用肥皂来洗 可是呢 我再怎么小心翼翼 我自己本身我还是中到 所以这种东西真的是意想不到的 所以你不要觉得 为什么我会突然间中这样子 总之不要紧张 你越紧张 你越不懂你要怎么解决方法 总之呢 就是上网找MLH的电话号码 然后打电话问他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所以他们就会慢慢跟你讲解 你应该到底要怎么做 OK 所以呢 今天我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想问的话 你可以留言问我 我会在这里帮你回答的 OK 好 这样我们就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